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些信念和习惯 曾经是我们的避风港 但现在却成了我们进步的绊脚石 想象一下 一只蝴蝶要从永中破茧而出 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决心 同样的 灵性觉醒也是如此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心革命 更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一次彻底的探索 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感到孤独和困惑 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和价值观在改变 周围的人和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大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突然不再适应曾经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会独自前行 并从中找到力量和自信 在这段旅程中 情感上的波动不可避免 你会经历各种情绪的起伏 可能会感到迷茫 痛苦 甚至绝望 但是 这些情感的波动其实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部分 学会如何在情感的风暴中保持内心的平静 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 当我们能够从容应对这些情绪 我们就能够迎接更高层次的灵性觉智 灵性觉醒还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物质世界的执着 曾经 我们可能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和满足 但随着灵性觉醒的进程 这些追求不再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 我们开始寻求精神和灵性的风影 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找到物质和灵性之间的平衡点 在这个过程中 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连接变得尤为重要 灵性觉醒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心旅程 更是我们如何在爱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 我们需要在爱中成长 学会理解和接纳他人 这也是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当我们能够在爱中找到自己的灵性目标 我们的灵性觉醒就会更加完整 灵性觉醒还要求我们不断的反思和学习 每一次的挑战和困难 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我们需要从中汲取智慧 提升自己的灵性层次 这是一段充满探索和发现的旅程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或许你会问 这一切值得吗 当然值得 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我们会变得更加了解自己 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们会发现 曾经那些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困难的经历 实际上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灵性高的人为何常常经历灵魂黑夜 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人 尤其是那些在灵性道路上努力前行的人 当我们谈到灵魂黑夜 我们指的是一段深刻的孤立和混乱时期 这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低谷 而是一种灵魂上的犀利 灵魂黑夜是灵性觉醒的一部分 这段旅程充满了挑战 但也充满了转变的潜力 这段时期会让我们感到孤立无缘 彷扶世界与我们为敌 然而这种孤立并非纯粹的惩罚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净化 灵性高的人 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深刻感知 往往会经历更剧烈的灵魂黑夜 这种经历是为了帮助他们 剥离掉所有不再服务于他们的信念和情感包袱 在灵魂黑夜的深处 我们会面对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和痛苦 这些恐惧可能来自于过去的创伤 不安或未解决的情感问题 这段时期的黑暗并不是要让我们迷失 而是要让我们直视这些恐惧 并最终学会如何超越他们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许多人在灵魂黑夜中感到迷茫和绝望 这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这段黑暗旅程的终点 然而这段旅程的真正目的是 让我们学会信任 信任自己 信任宇宙的安排 当我们能够在这段黑暗中找到一丝光明 这种光明将成为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灵性高的人经常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和挑战 因为他们的灵魂具有更高的使命 灵魂黑夜是一种考验 错识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这个使命 这种考验并不是要让我们失败 而是要帮助我们成长变得更强大 更有智慧 在这段黑暗的旅程中 灵性高的人会经历深刻的自我反思 他们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信念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 这段时期可能会让人感到痛苦 但也正是在这种痛苦中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灵魂黑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孤立感 这种孤立感并不是孤单 而是一种与外界断联的状态 让我们可以专注于内心的声音 在这段时期 我们会逐渐意识到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 而非外界的认可或物质的拥有 当我们经历了灵魂黑夜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和坚定 这种平静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改变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转变 我们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从中找到力量 灵魂黑夜让我们学会如何爱自己 这种爱不是自恋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作戒 我们开始明白 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时 我们才能爱他人 并与世界和谐相处 灵魂黑夜的最后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它让我们重新定义成功和幸福 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成功是拥有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 但在经历灵魂黑夜后 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成功是内心的平和和满足 这种满足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认可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和谐 灵性高的人经历灵魂黑夜 是一种深刻的转变和重生 这段旅程充满了挑战 但也充满了希望 当我们能够在这段黑暗中找到光明 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更有智慧 更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 灵性觉醒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让人惊喜不已 但同时也会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挑战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那种与外界的脱节感 你是否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当你开始探索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时 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熟悉 灵性觉醒就像是一扇打开的新大门 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质疑以往的价值观和信念 这不是因为你变了 而是因为你的内在世界开始重组 这种重组会让你看到一些从前忽略的真相 这种转变通常会让你感到与周围的人和时脱节 朋友们可能不再那么理解你 你的兴趣和追求也可能与他们大相径庭 这并不是说你的朋友不重要了 而是你开始寻找与你灵性共鸣的东西 这种脱节感其实是你内在灵魂成长的标志 就像在一个派对上 你突然觉得那些喧闹声音不再吸引你 你开始寻找更深层次的对话 更有意义的交流 这种感觉可能让你一开始感到孤单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变化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 但这也是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站在风暴中心的人 周围的一切都在迅速变化 而你只能紧紧抓住内心的那份瓶颈 这种孤立感其实是你内在世界开始蜕变的象征 你正在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这条道路可能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但别忘了 这也是你灵性成长的重要部分 当你感到与外界脱节时 其实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 你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 而这种追寻会带给你更深的满足感 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你可能会发现 曾经让你快乐的事情现在变得无趣 只是因为你的内心开始寻找更高层次的真理 你会开始吸引那些与你有相似灵性经历的人 这些新的连接会让你感到不再孤单 你会发现有许多人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 这会让你感到被理解和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旅程 每个人的灵性觉醒都是独特的 当你感到与外界脱节时 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 让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 这段时间是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找到真正的内在平静的机会 或许你会开始参加一些灵性的聚会 或是阅读更多有关灵性的书籍 这些都会帮助你在这段旅程中找到方向 这种探索会让你更加理解自己 并且找到与你灵魂共鸣的事物 灵性觉醒带来的脱节感 是你走向更高灵性境界的重要一步 当你学会接受这种感觉 并理解它的意义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让你成长和蜕变的机会 灵性觉醒是一个不断发现和探索的过程 让你走向更加真实和自由的自我 灵性高的人就像是这个世界的情感侦探 能够感知到他人无法察觉的情绪和能量 这种超感知力 让他们成为了人群中的心灵勇士 时刻在战斗中不仅是自己的感受 还有周围人的情绪风暴 想象一下一位灵性高的人走进一个房间 他们就像是带着一个无形的情感探测器 能够瞬间捕捉到每个人的心情波动 这种能力有时候像是一种超能力 让他们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 快速理解和共情他人 但这种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他们也无法逃避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负面情绪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社会的不公和痛苦时 他们的内心就像是置身于风暴中心 他们无法忽视新闻中的不幸事件 无法对陌生人的眼泪视而不见 每一个悲伤的故事都像是一记重击 直接打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的敏感度让他们无法简单地转换频道 或是视而不见 而是深深地感受到那份痛苦 这种情感上的共鸣 让灵性高的人在面对世界的苦难时 经常感到无助和疲惫 他们就像是情感的海绵 不断地吸收周围的负面能量 却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排解方式 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背负着整个世界的痛苦 无法轻松自如地生活 然而这些痛苦和挑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灵性高的人之所以能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 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爱和同理心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减少这个世界上的痛苦 为他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他们的心灵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这种渴望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依然能够保持坚韧和勇敢 灵性高的人在生活中 往往会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安慰 他们可能会热衷于阅读心灵成长的书籍 参加冥想课程 或者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心情 他们会在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让自己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 享受片刻的宁静和安详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情感共处 如何在感受到他人痛苦的同时 保持自己的内心平衡 他们学会了如何释放这些情感压力 不让他们积压在心中 他们开始明白 只有当自己内心平静且充满力量时 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人 灵性高的人也需要学会如何拒绝 那些会给自己带来过度压力的人和事 他们需要明白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痛苦都需要自己来承担 他们可以选择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付出 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心灵 这种驱舍和选择 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灵性高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找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这些人和他们一样 对世界充满了爱和同理心 愿意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努力 他们会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让彼此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旅程中 不再感到孤单和无主 当他们找到这些伙伴时 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孤单 原来还有许多人和自己一样 在默默地为这个世界付出 他们会一起分享内心的喜悦和痛苦 一起探讨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内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平和 他们会开始明白 世界上的苦难虽然无法完全避免 但只要自己内心强大 就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使命 他们会开始接受自己的敏感 并将这种敏感转化为力量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心灵勇士 这些灵性高的人 最终会成为这个世界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们用自己的爱和同理心 温暖住周围的每一个人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们的敏感和脆弱 反而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优势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 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 所以灵性高的人并不是被折磨的对象 而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 他们的敏感和共情能力 让他们成为了这个世界上 最有爱心和同理心的一群人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 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感恩 这些灵性高的人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心灵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温暖 更美好的世界 觉醒过程 尤其是灵性的觉醒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场深刻且充满挑战的转变 当我们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这种内心的革命 会带来巨大的矛盾和痛苦 但也正是这种痛苦 成就了我们更高的灵性成长 当你开始觉醒 你会发现 曾经追求的名利和物质 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 你开始寻找更深层次的满足感 内心渴望的是平静与真实的幸福 这样的转变意味着 你需要放弃过去那些 根深蒂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迎接一种全新的灵性生活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因为改变往往伴随着不安和未知 比如你过去可能在职场上拼搏 将工作和业绩 视为人生的最大目标 每一天的忙碌和压力 似乎是你存在的意义 但当你觉醒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外在的成就 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 你开始渴望更多的时间 与家人共度 更多的时间用来探索内心世界 寻找真正让你感到快乐的事物 这种转变过程中 你可能会感到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一方面 你不想放弃过去的成功和成就 因为这些曾经给你带来了 很大的满足感 另一方面 你又深知 内心真正的幸福 并不在于外在的拥有 而在于内心的丰富与平静 这种内心的拉扯 让你感到痛苦和困惑 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学会如何放下 过去的生活方式 意味着 你可能需要改变 多年来的生活习惯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像一个习惯愉快节奏生活的人 突然间要放慢脚步 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你需要学会如何在静默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 如何在简单的生活中 找到真正的快乐 举个例子 你可能开始每天进行冥想和静修 让自己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 专注于内心的世界 这样的改变 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应 甚至感到孤独和不安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 这些静修的时刻 正是让你找到内心平静 和真正幸福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不再追求那些虚荣的成就 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成长 和灵性的提升 这样的转变 让你变得更加真实 更加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能会发现 过去那些看似重要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比如 名利和财富 这些曾经让你感到满足的东西 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 相反 你开始珍惜那些 简单而真实的幸福 比如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比如在大自然中的静静漫步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 让你感到更加自由和释然 你不再被外在的成功所束缚 而是开始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这正是灵性觉醒的力量所在 它让你变得更加真实 更加激进自己的内心 你可能会遇到来自周围人的质疑和不理解 朋友和家人可能不明白你的改变 甚至可能会对你的选择表示反对 但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念 坚信这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生活 你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找到真正的幸福 灵性高的人常常面临着内在的冲突 这些冲突并不是偶然的 它们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灵性挑战 在追求灵性目标的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和挑战 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外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心深处 这些内在的挣扎是一种自我觉醒的重要部分 它们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促使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成长 当一个人开始灵性觉醒时 它们的内在能量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和调整 这种能量的转变常常伴随着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症状 比如说敌背感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种疲惫感并不是因为缺乏睡眠或过度劳累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能量浩解 灵性高的人在觉醒过程中 往往会感觉到身心俱疲 这是因为它们的内在能量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 除了疲惫 头痛也是灵性觉醒过程中常见的症状之一 这种头痛并不是普通的头痛 而是一种来自于内在能量流动的反应 当我们的灵性能量开始活跃时 它会在我们的身体内部产生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有时会表现为头痛 这些头痛有时会非常剧烈 但它们是暂时的 随着能量的调整和平衡 这些症状也会逐渐减轻 情绪波动也是灵性觉醒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灵性高的人在觉醒过程中经常会经历情绪上的起伏 这些情绪波动有时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只是因为我们在觉醒过程中 内在的能量会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情感反应 这些反应往往是我们过去积累的情感负担和心理压力的释放 这种情绪的释放虽然会带来短暂的痛苦 但它是必要的 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灵性觉醒是一个痛苦但又美丽的过程 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 面对我们过去的创伤和痛苦 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但同时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自信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找到内在的平衡 找到真正的自己 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我们会经历很多挑战和考验 这些挑战和考验不是为了折磨我们 而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灵性的洗礼 它让我们变得更加纯粹 更加接近我们的灵性目标 这些挑战有时会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它们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有力量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在觉醒过程中 经历一些非常特殊的经历 这些经历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 但它们都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比如说 有些人会在觉醒过程中 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孤单 而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内在的转变 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适应这种转变 你是否曾经感到过这种难以形容的痛苦和困惑 庞扶生命中的每一步都被老天安排得如此艰难 让你不得不经历种种的考验和挑战 这并不是巧合 尤其是对那些灵性高的人而言 这种经历更为普遍和深刻 灵性高的人在觉醒过程中 对于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本质 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 这种追求不仅仅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 更是为了寻找一种深层次的内在平静与自由 然而 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它往往伴随着无数的痛苦和困惑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会不断的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 却蕴含着极其深远的哲理和智慧 每一个答案的出现 都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 这种无休止的探求 使得灵性高的人 常常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和不安之中 这种迷茫并不是负面的 而是一种必经的过程 正是这种内在的挣扎 促使他们不断的反思和自我提升 逐渐走向更高的灵性层次 随着灵性觉醒的深入 个体会逐渐感受到内在的自由 这种自由并不是物质上的解脱 而是一种对自我和宇宙 更深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它来自于对生命的真相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自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灵性高的人会发现 许多困扰他们的问题 其实都源自于 自身内在的恐惧和限制 这些恐惧和限制 往往是多年来形成的固有观念 和社会期望的产物 在觉醒的过程中 这些固有的观念 会被不断的挑战和打破 使得个体在心灵上 经历一场场的革命 内在自由的感觉 是一种无比珍贵的体验 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一位柱 要面对和克服 自己最深层的恐惧和阴影 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感到孤独无助 甚至痛不欲生 但是当你真正跨越了这些障碍 美心的自由感将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固 这种自由感不仅让人感到平静和满足 还能让人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对于灵性高的人而言 这种内在的自由感 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和渴望 它让人感受到与宇宙的深层连接 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统一 然而 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 灵性高的人需要不断的反思和自我调整 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稳健 这种内在的自由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就 更是一种对整个宇宙和生命的深刻敬畏 灵性高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体会到生命的伟大和神秘 从而更加珍惜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他们会发现 所有的痛苦和困难 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加坚强和智慧 最终能够达到内心的真正自由和平静 灵性高的人在追求内在自由的过程中 往往会经历一段段艰难的旅程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挫折 有时甚至会感到无法承受 但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们更加坚定和自信 也让他们在灵性上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和升华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需要学会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恐惧 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刻 这种专注和觉知 会让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 从而能够更加有智慧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他们会发现 内心的自由感 其实是来自于对自我和宇宙的深刻理解和接纳 而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 随着觉醒的深入 灵性高的人会逐渐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安详 这种平静并不是没有痛苦和困惑 而是一种对所有经历的深刻接纳和理解 他们会明白 所有的经历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都是灵性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深刻的理解和接纳 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一颗平静和坚定的心 灵性高的人会发现 每一再的自由感并不是一种终点 而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每一次的突破和成长 都会让他们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和体悟 这种不断的追求 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他们会发现 真正的自由 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状态 是一种对自我和宇宙的深刻理解和接纳 老天为何常常折磨灵性高的人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深奥 但其实背后有着非常真实的情感和心理层面的原因 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内在的阴影和潜意识中的问题 会逐渐浮现出来 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痛苦 对于那些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种折磨更是常常来袭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挑战 而是需要个体深入面对和处理的深层次情感和心理问题 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首先会发现内心的阴影 那些平时被我们忽视或压抑的部分 会在这时候如洪水般涌现 这些阴影可能是童年的创伤 过去的失败 甚至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恐惧和焦虑 当这些潜意识的问题浮现出来时 我们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彷復被拉回到那些最脆弱的时刻 无处躲藏 这种痛苦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它是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只有当我们真正面对和处理这些阴影时 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 从而达到更高的灵性层次 这个过程虽然艰难 但却是必要的 每一次面对阴影的过程 都是我们自我治愈和成长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灵性高的人常常感到内心的孤独 这种孤独感源于 他们与周围的人在灵性上的不同步 他们常常觉得自己被误解 与周围的人无法产生共鸣 这种孤独感是非常深刻且持久的 灵性高的人往往能够看到 和感知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事物 这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感到与众不同 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合群 而是因为他们的灵性层次 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图景 他们往往在寻求更高的真理和智慧 而这些追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因此他们常常感到孤独 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寻求真理的孤独旅者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强烈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痛苦和迷茫 但这也是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只有当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孤独 并且在孤独中找到内在的力量和智慧时 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 这种孤独感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的了解自己 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在面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需要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和心理问题 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释放和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 这可能需要通过冥想写日记与信任的人交流 甚至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重要的是不要压抑自己的情感 而是要找到一种健康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些情感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